我以前在玩PS4的时候 有一个目录叫 所有游戏的体验版 但是到了PS5之后 这个目录没了 这个视频教大家怎么找 像这个最新的卧龙体验版 还有这个克罗地亚 三国无双八 这几个都是免费体验版 首先我们进入商店 然后来到搜索 搜索什么呢 首先要把这个拼音 要找到这个三个点 选择语言 变成简体中文 然后上面搜体验 特一体一按一按 然后按一下R一键 然后再按R二键 这就是所有的体验版了 第一个就是卧龙 你要搜卧龙呢 搜拼音 WOLONG也可以搜到 它是王朝的陨落 这是9月16号 昨天才发布的一个新的体验版 好像能玩十天 各位尽快玩 然后像右边这些都是有试玩版的 比如这个泯灭的机翼 审判知识 我们先进入 我们注意看上面 有一个叫体验版 我们再看一个悄悄冒险记 那现在呢出现的是399 这是正品 我们进入右侧的三个点 这有一个体验版 就可以下载体验了 而且我们注意一下 这是PS5版本的 后退后退 再往后看 这就是风之少年 科罗地亚一和二 我们注意看上面 这是PS5版 然后有一个体验版 可以下载 末尾有一个查看全部 这些游戏都是有免费体验版的 这还有杜神记 芬尼斯崛起 这个是真三国无双八帝国 是比较新的 有PS4版 也有PS5版 这还有一个卡卡罗特 这是PS4版 进入三个点 选择体验版 有的时候它有两个体验版 有的游戏 它有PS4的体验版 也有PS5的体验版 我们注意这个位置 选择PS5的体验版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免费体验版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至少说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游戏 毕竟现在的游戏都很贵 这个游戏还是另外的游戏 였습니다. 感谢观看